城在海上 海在城中 有着海上花园城市美誉的厦门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坐落于厦门岛西部的云当湖 犹如镶嵌在这座城市的明珠 初春时节 漫步湖畔 水清暗绿 满眼韶华 这里已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好去处 然而数十年前 云当湖却是厦门的窗衣 令人生味的臭水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因为海造田 筑笛为湖 使云当港从直通大海的天然避风港 变成相对封闭的云当湖 伴随湖区周边的高强度开发建设 各种污染对湖区生态环境 造成严重影响 这里湖水变黑 污水四溢 经过的路人都眼鼻而过 原来的臭水湖 我们走过去都要捏着鼻子走 不得已 你必须走过这条路 不通过这条路 你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你只能走的时候 只能赶快跑步过去 因为真的是太臭了 1988年3月 一场关于加强云当湖综合治理的专题会议 为云当湖的治理带来转机 会上 厦门市成立云当湖治理领导小组 提出市长亲自抓制湖 并创造性地将制湖方略总结为 依法治湖 节屋处理 清淤筑案 搞活水体 美化环境20次方针 这一重大决策推动了昔日黑臭的云当湖 叠变为今日的厦门城市会客厅 厦门市先后开展五期云当湖综合整治 共投入资金约19.9亿元人民币 探索湖区水环境生态修复创新治理 发动沿湖企业和居民积极参与湖区治理 打造湖区公园的市民园长 市民湖长 共享 共治 共管的模式 实现了从点到面 从水下到岸上 从单一治理再到联合共治的转变 位于云当湖畔的南湖公园 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 市民常来该公园散步 掩藏在这个公园地下 则有一个2.5万吨的污水调蓄池 在降水集中时 调蓄池可以削减云当湖南岸 结污系统高峰污水 有效降低溢流污染 那为了解决这个雨天污水 溢流 雨天污水直排的这个污染风险 我们呢 在云当湖周边呢 建设了一部分的这个调蓄池 这些调蓄池呢 它可以把雨天随着 行洪的雨水 一起流出来的这些污水呢 先收集到 出雨呢 收集到我们的这个调蓄池里面 也应该说就是 我们把出雨污染 收到我们的这个调蓄池里面 最大限度地减少 污染物对河湖的这些污染 云当湖治理 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 其五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堪称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理念的不断深化 其经验做法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36年来 厦门不断丰富 拓展云当湖综合治理的成功经验 并实施一系列提升生态和城市品质的项目 包括五元湾 信林湾等 五个湾区的综合整治开发 滨海岸线保护与修复 海漂垃圾治理等 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我们厦门市政府制定了海漂垃圾工作方案 每年把它列为卫民办实施项目 那我们加强沿头管控 减少垃圾入海 那另外呢 就是海上保洁 岸线保洁常态化 然后呢 就是那个及时转印 日产日清 确保那个岸滩海面 干净整洁 基于生态系统的一种治理 一种管理方式 首先 它必须综合考虑 这个生态系统在哪里受损 第二个就是 根据这个受损的情况 把这个破坏的因素给它消除掉 如果不能消除掉 那么我们家人工的一个干预 让生态系统更加健康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 就每个湾一弯一侧就是这样 为什么提出是一弯一侧 就是每个湾都有自己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实施过程当中 每个湾对侧也是不一样的 厦门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也带动了全域产业发展 提升了城市建设品质 形成了生态环境美 产业结构优和生活品质高的人 承产融合发展态势 那新宁湾为什么我们觉得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原因 就是它本身有很不错的这种水域 然后在这个水域的周边 它搭了很多像我们的这个原博院 所以也比较吸引人才的入住 那这几年我们发展也比较快 所以我们大概是在三年的时间 我们的业务规模 包括我们的人才规模都翻了一倍 从初始污染治理到多要素的生态系统修复 36年来厦门久久围攻接续发力 满足了民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汇救了一幅生态文明新画卷 水域越来越轻了 那鸟鱼花香 还有甚至我们种了很多花草树等等 那原先的那些鸟类啊 动物啊都组织回归了 而且甚至还吸引了很多不知名的一些鸟类啊 动物啊来这边栖息 那也带动了这边的一个经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